现在谈到第49话 格挂 那么格就是革命的格 前面提到井 那么井斗不可不格 隔一段时间你就要去进行改革 那么他的挂词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一起念 格极日乃福 元亨利争会亡 元亨利争四个字又一起出现了 这已经好久没看到了 因为格了之后就代表新的局面 那什么叫做极日乃福呢 这问题一直没有什么定论 极日乃福 福代表有诚信 受人相信的 什么叫极日乃福呢 所以这个没办法去解的时候 有些人就说这个极日的极啊 是改日的意思 改到别人的日子啊 换一天呢 别人就相信了 其实的话不那么简单 所以在这里的解释 就把古代的十个天干啊 就是夹一并丁雇己跟姓仁魁这四天来 配合八卦 那你配合的时候怎么配合呢 因为八卦跟十个怎么对呢 他只好把那个钱文昆啊 多轮一次 反正做父亲做母亲的就多轮一次 所以钱就要纳这个 甲跟后面的人啊 昆就要纳你跟后面的魁 这样一来的话就八卦 针对十个天干 就可以凑成一个格局嘛 家里比肩无许跟姓仁魁 底下是为什么钱文昆呢 钱文昆是父亲母亲 对是少男 对是少女 坎是中男 黎是中女 正是长男 顺是长女 再来看也可以通 那为什么提到极日乃福 你看极是离卦嘛 极日的极啊 这个折火格 上面是折对卦 底下是火离卦 提到这个离 所以用极日乃福 那极日乃福就代表你 经过一个时间你才乃啊 乃这个字就代表什么 才怎么样嘛 它等于经过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就十天 等于是你要去改革任何东西的时候呢 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还记得什么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吗 那是什么卦 古卦 古卦也是要改革的 都需要准备 一段时间之后成熟了 你再做 否则你立刻改的话 不可能得到别人支持 乃福的福呢 是说到了极日才彰显他的诚信 就受到百姓的信赖 你要革命的话 后面就会提到 汤武革命 顺无天而应呼人 这显然是指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一起念判传会更清楚 一几年判月 这边提到水火相袭 因为泽跟火嘛 泽代表水了 水火在一起的话 当然是两者不容嘛 那你就要改革了 那这边提到水火相袭 因为泽跟火嘛 泽代表水了 水火在一起的话 当然是两者不容嘛 那你就要改革了 那这边提到水火相袭 这边又说二女同居 为什么 因为上面的则是少女 底下的梨是终女 为什么不讲长女呢 因为长女一般讲的是指 年纪比较大的 或是结了婚的姐姐 就是长女 那你少女跟终女在一起 将来肯定要各自嫁不同的人家嘛 就他们的心思啊 不能投合 这就是要得了 到了极日才有诚信 取得人们的信赖 他完全没有解释 这个极日乃夫 什么意思 所以这边讲纳甲的说法 是后面研究的人啊 放上去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 很多已经研究发展的 比较奇怪的说法 不见得是原来的意思 原来意思就在 段传里面就写很简单 就是说你隔一段时间 变革取得别人信赖 非常通达二手正道 变革做到了适当 他的懊恼才会消失 天力变革才会形成事迹 上他与周五王的革命 是顺从天道而应和人心的 又来了 顺乌天 我们今天才看过顺天命 这边提到顺乌天 对吧 顺这个字啊 在儒家里面 确实有特性的用法 不能随便说耳朵顺不顺 眼睛顺不顺 这个是不容易说得通的 因为他很多地方很明确 就顺乌天 那么 那这里呢 我们就再继续看 他 他是怎么来的呢 隔卦是大壮卦来的 这比较简单 大壮卦 大壮卦怎么说呢 他是 大壮卦六分九二换位 大壮卦怎么卦 雷天大壮卦 以下四个羊腰 上面两个银腰 雷天大壮 大壮卦的变化呢 是指二跟五换位 换位的话 两个都在中间 因为大家都要走 中间是好的位置啊 所以你也看到 二跟五换位 就是还原到他的雷天大壮 所以大壮卦就变成了隔卦 那后面讲的商汤周五王 这个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可以了解 我们看他的大象怎么说 象曰 泽中有火 隔 君子以智利名食 沼泽里出现了火 这就是隔卦 君子有此领悟 要制定立法 明辩时序 为什么讲明辩时序 前面才讲隔之十亿大壮卦 隔之十大壮卦 就是春夏秋冬 他就是互相革命啊 春天快结束了 夏天隔了 春天他才出现吧 后面也一样啊 轮流的配合这个时事季节 所以呢 君子就制定立法 明辩时序 等于是新的朝代出现了 你就要注意这些 那格华的含义就相当丰富了 那我们一起看他的出酒 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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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卫封 中卫封 而造动 所以需要有黄 与牛 黄代表忠间的 让你怎么样呢 以忠为主 你不要着急 牛代表顺从来约束 因为这时候不可以约束 还没有到时机 革命如果时机没有成熟的话 就像黄阿刚 七十二烈士 革命还没到时机 牺牲了 那人才都这样牺牲的话 将来怎么办呢 到六二 我们看一起念 六二 吉日乃格之 真吉古旧下约 吉日格之 行友家也 六二就直接说到 吉日才来变革 为什么 因为六二就在 黎挂的中间嘛 所以他已经具备了 变革的条件了 情景吉祥 没有灾难 是因为行动会有 美好的结果 六二跟九五正一 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 底下呢 你说行友家 还可以参考 六二在护训里面 训为近历史三倍 六二九三九四 是一个护训 还跟九五有正一 所以这是有利的 到九三的时候呢 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一起念 真凶真利 格言三就有福 相约 格言三就又何知己 前进有凶祸 正物有危险 变革之言三度符合 才有诚信 变革之言三度符合 还要往哪里去呢 就是你不要着急 已经有把握了 你就等待时机吧 那你看 为什么提到说 他是 这个 变革之言呢 因为九三九四 上面是九五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他的言在哪里 上六在上挂 对中挂 从上六跟他对应来的 所以说你找这个摇词的时候 不用只就他本身找 还就他相对应的位置 九三在上下挂之间 是水火冲突之际 前进跟正部都有困难 非凶即利的处境 所以这边提到凶 也提到利 因为你上面是泽嘛 底下是火 等于是 这个上面是水 底下是火 两者互相要冲突了 这是不相容的嘛 九三正好在中间 为什么说九三还在中间 不说九四呢 因为九四到了上挂 已经居于统治者的位置了嘛 上挂是代表政府啊 所以九四来说的话 压力显然小多了 那九三的话呢 还没上去 所以压力就比较明确 还好他有上六正印 但是这个正印呢 怎么办呢 上六是对挂 对为口 可以说话 叫做格言 格挂里面你可以说话 叫做格言 三就是三度符合 哪三度 上面三摇 就是三次都符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 格挂的上面三摇 就非常漂亮 因为你既然讲革命嘛 底下倒好的基础 上面就把格的具体的事实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呢 效果很好 因为革命 它基本上一定是有把握 所以前面提到顺天应人 越格越好 好 我们现在看看他的改变的情况了 看九四 一些年 九四会往有福 改命即向远 改命之即信之也 奥脑消失了 九四奥脑来自于何处 当然是来自于他位置 洋洋在柔味 病人跟初九不应 像这个都是 很容易找到的奥脑 但他有诚信 改变天命迹象 怎么叫有诚信呢 我们看九四的有福 在于他处在护训与上对 是下训上对的情况 下随顺而上喜悦 从这边来看 所以这边讲到这个 有福呢 是就底下是护训 上面是对挂 叫做下随顺而上喜悦 所以获得上下信赖 所以这边提到 他的相里面去到信之也 他的心意啊 就值得 他是值得信赖的心意 就改命来说的话呢 九四在护前跟护训中 特别清楚了 九三九四九五是护前 底下呢 六二九三九四是护训 既然上面是前 底下是训 叫天跟风 这也不说天风作啊 因为他本身是护挂 不见得非要造成一个 完整的购挂 天跟风代表什么 天命 对 这为什么提到改命呢 是因为他这里面有天跟命在里面 等于是我九四呢 哎 能够改命啊 具备这些除旧不新的条件 这是我提了 到九五呢 就精彩了 我们先念 九五大人虎便 未瞻有福 下月 大人虎便 其闻禀也 大人改变而形状如虎 上位沾问就有了诚信 那么 就是他的文采呢 灿烂耀眼 古代人心目中啊 最漂亮的皮毛 当然是虎啊 这没有问题 你说这个老虎的皮毛 真是特别漂亮 我看来比那个什么 熊猫漂亮 熊猫只有两种颜色 只是可爱 熊猫不漂亮 它可爱 可爱是因为从小很多人玩具里面啊 就是觉得 这个黑的白的恰到好处 好像是画出来的一样 但是真的色彩斑斓是老虎的这个皮 狮子根本不能看啊 狮子有什么好看 所以我们的十二生肖 就没有狮子 有老虎 那我说老虎 虽然我自己属老虎了 所以特别肯定他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九语阳瑶居刚位 是继终且证的德卫大人 在格挂中 其变如虎 虎是旧其皮革的毛色 亮丽 美妙而言 所以呢 什么叫做 他的这个 虎变呢 就是我外表变成像老虎一样很漂亮 因为人生下来都是一般的小孩子嘛 那什么叫小人呢 小人就是身体长大的 心态还是小孩子 只求个人利益 就叫做小人 小人不是坏人啊 就是没有志向 那达人的话呢 我立定志向 越年纪越大 外表显得越漂亮 不是服装漂亮啊 是人格的一种光辉 所以孟子就会强调 充实自问美 充实而有光辉 智慧大 等于是你内在学会很够的 表现出来像虎一样 变得他的这个漂亮的颜色 好 那我们就问了 那虎怎么来的呢 九五在三卦队里面 队是西方之卦 按照古代天上书说 这来的 左青龙 右白虎 南猪却 北玄 五猪 右白虎 右边的对卦就是虎 就是东边是青龙 西边是白虎 相对的 所以说他是虎边 九五的真意是六二 六二在下挂离中 离子龟 可以占补 所以未占有福 这占补的占 来自于底下的六二 从九四改命之后呢 要靠九五跟上六的具体表现 才能使格挂大功告成 这也是挂之 即日乃福验证所在 所以你经过一段时间 即日代表十天干 十天一轮 你经过十天的准备 实际成熟了 好 我现在要盖 那为什么非要几日呢 因为它是梨嘛 梨是火嘛 火才能改变东西啊 我们讲这金属 经过冶炼啊 可以制造各种 像锄头啦 梨田的工具啦 本来是铁矿啊 经过火的冶炼 什么都变出来了 可是它改变这个 最大的就是火 那么 再看上六怎么结束 上六 君子抱变 小人革命 真凶 居真吉 下一个 君子抱变 其文位也 小人革命 顺影从君也 这边提到什么 君子改变而形貌如报 大人虎变 君子抱变 大人是有位者 因为他在九五 君子是还没有得到位置 那修养也到了 那小人怎么办呢 小人革面 请注意革面哦 我们常常说 洗心革面 小人是只革面不洗心 对不对 比较好当然洗心革面嘛 里面心洗干净 外面脸呢 这个是换一副面貌 变得比较慈祥啊 比较友善吧 那小人看到说 哎呦 在革面 在革挂里面 大家都变了 大家都变脸了 那我要变变脸 我要革个面 但是他不见得从内在啊 去改变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说 小人呢 变弯他的面目 是说他顺服而追随君主 这时候呢 前进有凶祸 手头正顾这几项 这个比较容易想 就上右嘛 你再前进就离开了革挂了 那么这边提到像 这个 把内在的光明啊 看到没有 底下是一个火 叫做黎挂 黎挂在底下 在内 在内挂 代表内在的光明 这个格挂就是要把内在的光明表现在外面 我们说 像有心生也是一样的意思 一个人他的这个外表相貌 跟他内心的每天的思考跟念头都有关系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难说是怎么样子 因为就算像游先生的话 你从面向你能看出什么 每一个人里面想什么 外面都看得出来 那谁敢做坏事啊 一做坏事 脸上 这边总个疤 那边就怎么 眼睛变歪了 那这个怎么办呢 是不是 你太把这个讲得过度也不好 所以念孟子你就会发现 孟子有时候讲话是稍微快了一点 他说 关于人者 莫良于某子 胸中正 则某子摇焉 胸中不正 则某子冒焉 那这一下很冤枉 他说看一个人最好看他演出 胸中正直 演出就亮 胸中不正 演出就昏黄 那万一我得了黄胆病怎么办 我演出昏黄 那你说我胸中不正 这不是冤枉吗 我为什么不正呢 那有些人买了好的眼药水 胸中不正 眼睛昏黄 眼药水一点亮了 胸中又正了 这孟子为什么讲话 有时候太过于极端呢 是因为 他希望一直强调什么 身心是合一的 当我内心里面有什么想法 我的身体会表现出来 那身体表现出来是西方也说嘛 眼睛是灵魂之窗啊 但是我们看过太多人眼睛长得漂亮的 心中不见了正的 看到了 有些人可以怎么样 睁眼说瞎话 对 那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瞎话 因为他眼睛还是黑白分明啊 是不是 这样这个就是说明啊 有时候这个光是革面是不够的啊 他希望你怎么样呢 君子能够抱变 那抱怎么来的 古代认为虎抱同一颗 所以说这个上面是对挂嘛 对挂是虎啊 那抱从哪里来的 古代认为虎抱歉的 古代认为虎抱歉的